寒洞內橋面上突然出現不明塗鴉 以黑色噴漆噴上圖案 一片白色寒洞這塗鴉 格外明顯也影響勢容 民眾看到後趕緊報警 事後警方調閱監視器 發現到一名陌生男子 在半夜騎著機車出現 他是二十歲的黃姓男子 正月六號凌晨 他騎著汽車穿著黑衣黑褲 深夜現身在高速公路寒洞內 行走還四處張望 隨後拿起黑色噴漆進行塗鴉 他說這樣的行為是因為自己 對畫畫有興趣想要創作 事後警方找人將塗鴉來銷毀 把寒洞恢復原狀 其實在之前高雄就有不少 公共地方遭到塗鴉破壞 只是發揮創作理念用錯了地方 儘管塗鴉是藝術 但是最後還得害人出動人力來清理 自己背上行責得不償失 三新聞時日頂向 高雄採訪報導